希望把什么 把这边全部都 都把它下载下来的话 我们野心很大 不过一般工作是这样 就全部啦 因为你如果只有下载水泥的话 感觉好像 意犹未尽 所以如果又想要下载食品的话 那其实方法一样 可是问题 如果说你是写一段 然后又写另外一个 感觉你在一直 好像似乎没有效 就是没有 有快一点啦 但是好像没有快很多 所以理论上应该怎样 应该是要把什么 把这个东西 把它就是写个回圈 所以理论上应该 如果这个名称 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后面来 那你会发现 他点了水泥之后 他基本上就是去执行 那个有个PHP的程式 叫什么 叫做List List.php 然后问号的话就执行参数 参数的话C等于 C的话应该就是那个 那什么 它那个名称吧 就是它的 类骨 等于后面的这一串 后面这一串 因为它有经过一个叫URL 王子的那个什么呢 这个encoder 就是把它编码了 然后放在这边 所以理论上我们其实是放个水泥 再经过编码 放上去就OK了 所以这后面的话可能会需要做几件事 第一个你要先产生什么 产生一个串列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这个串列全部都复制之后 放到这个后面加一个也比较stark的那个一个什么 一个这个串列 不过这个我是用那个notepay++帮我转换的 那转换的方法其实还蛮容易的 我其实也是用取代的 所以这个本来是贴上去嘛 然后怎么取代呢 基本上本来是这样对不对 那我就取代什么 取代成那个把它后面的换行拿掉 然后因为这个箭头是tab 所以又把tab拿掉 然后呢 不是tab拿掉 把tab取代成什么 因为我之后要贴到串列嘛 串列中间应该是 这个水泥跟食品中间应该是什么 双银号逗点双银号 所以我就取代 所以我这边用取代 成两个双银 双银号逗点双银号 所以每一个中间都有了 最后自己再加上头尾的双银号 贴过来就可以了 所以有的时候可以用这一招 因为有时候像这种东西 应该不用写程式吧 如果你要图牌银号来做 所以用这种编辑器转换一下 贴过去 那我们就有这个清单了 也就是那 再来的话我就写一个回圈 for each in 这个 假设for earn in 这个stock 那我就先抓水泥放在后面 不过会需要用这个东西去转 我后面这边有补充 就是在 06 05这边后面有一个叫 要必须用一个什么呢 url lab 它有一个pass 这个pass里面的话 有一个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其实可以帮我把它转换 成那个什么 我要的网址 OK 那转的方法的话 基本上我只要把这个 复制贴到URL 然后再去跑一下 其实基本上就OK 我印象中我有把它做出来 那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第一个先产生一个串列 串列的来源呢 基本上就是从什么 当日行情这边 另外当然还有什么零贵的 这边也有 OK 所以如果你野心大的话 哇第一个人 不过好像同学是说 这边这么多 这么多 这么多还有 OK 而且网路上像这种东西太多了 你要爬 爬不完的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 把当日行情全部爬下来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 存一个单一个CSV 不过好像存一个单一个CSV 好像 变成全部并在一起 好像没什么意义 所以理论上我们就是 一个水泥就点CSV 然后食品就点CSV OK这样的话呢 我们直接就开启就可以看到 不然的话就是说 将来你也可以把它 汇整到资料库 这资料库要怎么建 一个Table 先建一个Table create一个Table 叫水泥 然后把资料丢到那个Table 也可以 有没有 所以可以再把它结合资料库 理论上大部分 我们还是会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 整合再来应用 所以这个延伸性还蛮大的 最后就是要 把这个回圈加进去 然后把这些全部都下载下来 里面好像蛮多档案 如果你也如果动作快 野心大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其他的 如果这些还没办法满足你的话 你可以再去找其他的相关 有关金融方面的网站 应该是一大堆 所以如果每一个金融相关的网站 资料你要怎么拿就怎么拿的话 应该可以做出很多的花样出来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这个地方 待会我们再来看 再try一下 因为刚刚好像 2.0的版本跟3.0 3.x的版本好像 刚刚那个encoding 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 试一下 请订阅一下